齐今天不能工作 睡点 听说你爸明天回国 要不要看望他一下 我知道一下新餐厅不错 行 我打给他试试 焦姑妈也来啊 对了 我给他买了礼物 感谢他帮我们这么多忙 什么东西啊 一个限量版的首饰 姑妈是自己人 不用送了 你不懂 越是自己人 越不能怠慢 冬雨 我去裸星宝的这几天 你没有跟别的女人来往吧 冬雨 帮我跟莉莉问好 好的 别的女人 谁啊 怎么可能 我听别人说 看到你跟其他女人在一起了 我要是想找人查 是可以查得出来的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跟我坦白 我知道 你在我之前有过其他女朋友 我也有过其他男朋友 但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不会计较的 可是我需要你向我保证 那些人 那些事 通通都已经过去了 这种保证行不行 你 你干什么 我给你拿点纸 我就是随便问一下 你要吓死我吗 来 快抓着 你以后问这种问题 我就给你这种回答 你不计较的 莉莉 天顺豪婷的投资 你爸本来已经同意了 但是呢 她把全部资料看完一遍以后 让我压一压 所以呀 我也只好拖着冬雨了 为什么 不是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吗 我说我说 枫林跟冬雨打交道已经不止一次了 在你们认识之前 枫林就投资过冬雨另一个项目 我知道啊 凯特花园 这不是卖得挺好的吗 卖得是不错 但有隐患 广告打得封闭小区 却有规划道路通过 你爸最近才知道 为这个事她特别生气 姑妈 这天顺是天顺 凯特是凯特 这两个项目也不沾边啊 冬雨现在万事俱备 就差东风 这箭都在闲上了 姑妈 您再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帮我们活动活动 如果你爸不管这件事呢 我还有办法 现在你爸亲自抓 我也没有办法呀 没有他点头 我不肯做主啊 毕竟他才是一把手 你不肯做主啊 冬雨 我见过姑妈了 天顺 豪婷的投资 可能有些麻烦 究竟是谁抢留我们 我们要不要去公关 我姑妈说现在这个项目 是我爸在看 知道的 我爸做事与私不苟 决策也很慎重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拖着我们的人 是你爸 我也没有料到